他們就好像擁有一顆浪漫而且年輕的靈魂 但是卻被自己的行動不變的身體 給禁錮在了一個小小的範圍之內 大家好 我是張欣 很高興也有機會在這裡跟大家聊聊天 如果有人問你想要活多久 台灣絕大多數的人啊 他的答案是順其自然 當然也有人說能活多久活多久 好死不如賴活著 可是今天啊我跟我爸爸去醫院 這是這個禮拜我到醫院的第四天 其實今天才禮拜四而已 今天帶我爸爸到醫院去做腹部的超音波 也做了心臟的超音波檢查 我就聽到旁邊有兩個老人家在聊天 聊天的過程當中達成了一個共識 雖然聽起來很心酸 但我想還是要跟大家報告 我們今天來討論一下這個 老人家內心深處的話題 這兩個老人家他們達成的共識就是 人不要活太久 這兩個老人看起來是完全不認識 但是身體都有些病痛 而都是由外勞推著到醫院裡面去做檢查的 一個已經插著管子了 但還可以聊天嘛 老人家其實最怕的就是孤單 找不到可以講話的人 剛好在醫院等待檢查的過程當中 兩個老人家就聊了天起來 我剛好也在旁邊 因為我們也在等待檢查 就聽著聽著 結果沒想到 我聽到他們達成的共識就是 人生不要活太久 這當然有點灰暗啊 但是如果這個問題問到 螢幕前面的各位好朋友的話 你會有什麼樣的答案呢 很難做抉擇吧 我相信健康的好朋友 心裡想的一定是能活多久 活多久 可是這一陣子照顧我父親 然後來來回回醫院 看到很多生老病死 或者是生離死別之後 其實我的親信有了一些轉變啊 不過今天這個主題啊 講的完全是我自己的心裡啊 沒有要勸大家多少事情 也沒有要鼓動什麼蜂巢 也沒有想要改變大家自己的想法 我只是把我自己的想法 跟大家做一下簡單的分享而已 以前我爸爸有時候身體不舒服的時候 會跟我說 他覺得人不要活那麼老 有時候有的老人家會說 我不想活了 當然很多時候是泄氣的話 或者是想要傻傻嬌 因為老人家怕孤單嘛 他講了這樣子之後 很多人就會給他多一點點關注 可是現在我越來越覺得 有很多好朋友 他真的是覺得活太久了 我記得我看過一句話 他是這麼說的 人最怕三件事 第一個是死太早 第二個是活太長 最後一個是病太久 這三件事情啊 都會讓人的一生變得非常無奈 你看第二個叫做活太久 現在社會上面啊 人是真的活得越來越久了 我之前曾經講過一個笑話 我爸爸在那個94歲95歲生日的時候 我就上台祝各位 我爸爸的同學能來的嘛 祝各位叔叔伯伯 身體健康 長命百歲 結果所有叔叔伯伯一起 跟我說不要祝長命百歲 因為現在能夠坐在台下的 一定能夠活到100歲 可是長命百歲 真的是一個祝賀詞嗎 我曾經看到日本有一本書 他說 賈霸哩或者是長命百歲 不但不是一個祝福 可能還是一個詛咒 其實真正的祝賀詞 應該是健健康康的活到100歲 或者是健健康康的賈霸哩 活到120歲 能吃能喝能動 隨心所欲 這樣子活得久才有意義嘛 不然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我最近常常在看我爸爸 或者是看一些行動不方便的老人 他們就好像擁有一顆浪漫 而且年輕的靈魂 但是卻被自己的行動不變的身體 給禁錮在了一個小小的範圍之內 他一方面被自己的身體 限制住了行動範圍 再一方面他的身體又被 那個病房或者是家裡的環境 又再一次的限制 如果是你我 我們現在 如果被人家關在一個小小的牢籠裡面 或者被人家關在一個小小的房間裡面 我們的思想還非常的先進 活躍活潑 還非常的樂觀 但是我們哪都去不了 什麼事情都辦不了 手跟腳好像不聽自己的使喚 就好像風中纏足一般 微微額額的站起來 要倒不倒 可是我們的腦袋就想要往前衝出去啊 我為什麼會有這個樣子的想法 因為前陣子 我不是在討論一個話題 什麼叫做老了 我看到明明有一個小水溝 對我來講根本不是什麼問題 一跳就過去了嘛 他就兩邊是爛泥中間一個小水溝 可是如果要走到橋 或者是到比較窄的地方的話 要往前走個 十分鐘左右才過得去 可是就一個小水溝在我前面 我想他這根本不會是問題 我看看左右沒人啊 我就想用跳的 我就往後退後幾步 助跑一下 原本是直接跳就過去了 我就退後幾步 想老了嘛 助跑一下 結果 跑跑跑跑往前一跳 還真的 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樣 一腳就踩到水裡面的爛泥巴裡頭了 腳踩到爛泥巴裡面就算了 腳還拔不出來往前一撲 搞個 渾身亂七八糟都是泥巴 回到家還被老婆給疏弱了一遍 我就一直在想這到底怎麼回事 人不扶老不行 可是 怎麼扶老呢 很多人都說我們要有一顆年輕的心 對啊我真的擁有一顆年輕的心 可是我的身體已經跟不上我這一顆心了 可是當有一天 我真的老了 或者是我身體不舒服了 我不但是身體跟不上我這一顆年輕易動的心 甚至它根本沒有辦法讓我隨心所欲 我的手腳都不見得聽我自己指揮自如 已經不靈活了 那怎麼辦呢 你看我今天在那個 醫院裡面聽到兩個老伯伯他們就在互相聊天嘛 他講了自己的生活狀況 其中一個就說 他吃藥啊 甚至連吞都吞不太進去 他說老人家老了之後猴頭的肌肉好像會變得也沒有力氣 吞藥都要分好幾次吃 另外一個他說的更委屈 他說他那個看護拿了五顆藥給他 他就在這樣五顆藥看著 一隻手拿著水的過程當中 這樣倒進去 結果兩顆藥掉在地上 找不到了 怎麼辦 結果他那一天晚上連眼睛都沒有合 因為掉的是安眠藥 可是找不到了 這安眠藥好像也不能補領啊 也沒有多的啊 沒有辦法 又怕小孩子擔心 也怕家人擔心 他就沒講 掉了就掉了 就把剩下三顆藥吃了水喝了 我想這有時候想想 真的 特別悲哀啊 我也跟我老婆 今天早上把我爸爸檢查完帶回來之後 我就跟我老婆坐下來聊聊天 看看他的想法 結果沒想到我們兩個想的還蠻一致的 我總覺得人啊 或許 活著太久不見得是一件 幸福的事情 因為人的器官從以前到現在 他大概就是支應我們能夠健健康康的生活到四十四十五歲 如果多運動一點點大概可以到五十歲 五十歲四十歲之後大概就會器官開始逐漸衰退 我們就有很明顯的感受 如果你現在還是一個年輕人四十歲以前 好好運動好好運動好好把握現在自己 人生啊或者是生理上面最巔峰的時刻 享受生活 享受這一種青春的愉悅 你不要把它當作是理所當然的 四十歲五十歲之後你會發現 記憶力開始逐漸衰退 你會逐漸開始體力不堪負荷 肌肉你怎麼運動好像他都長不出來太多 你吃一樣的東西但是肥肉越長越多 肌肉越長越少 我們以前常覺得人家老了老了 好像把人家拿來嘲笑 可是到了四十歲五十歲之後 我們發現自己也開始有這種狀況 可是要是到了六十七十歲呢 我們要不要 經歷那一種 非常不舒服或者是不堪的過程 我再講幾個好了 你看 我爸爸他以前是一個那個受過軍官養成教育的人 什麼事情通通自己來 出門即使退休了二三十年 依然穿著那個什麼襯衫鼻挺 該燙的燙 褲子該燙的燙 絕對沒有什麼穿短褲 或者穿拖鞋出門的 這就是他們那個年代的信念 有的女生有的媽媽 一輩子就是節身之愛 可是到了有一天八十多歲九十多歲的時候 他們沒有辦法自己上廁所了 你看很多老人家有這一方面的掙扎 他不願意讓外勞或者是那個他自己的小孩子 幫助他脫褲子或者到廁所裡面去上廁所 甚至不願意讓小孩子或者外勞幫他清潔身體 大家可以自己想想看 我們看過很多宮廷劇 那些皇后啊那些皇帝好像上廁所或者是洗澡都需要人家伺候著 可是我們現在人不是嘛 洗澡都怕別人看到嘛 上廁所更是一件隱晦的事情嘛 這種怕人要偷看怕得要死咧 還更有的時候有的人上廁所希望別人知道咧 可是後來有一天你不得不經由別人的幫忙 你才有辦法做這一輩子覺得自己最不願意別人看到的事情 甚至擦屁股都沒有辦法擦 便秘的時候老人家很容易便秘 我講不堪吧 或是有的時候真的很難騎持 有人很難跨過那一步 可是身體衰老的速度就很快啪啪啪就下來了 我講的可能今天有那麼一點灰暗 可是這就是我們逐漸看到一個人衰老的過程 他們的心理跟心態大概不會跟我們講 但是如果你願意陪伴老人細心觀察 你就會發現老人其實是很掙扎的 女生一輩子沒有給人家看過身體 除了自己老公之外 除了自己小孩剛出生的時候 可是有一天 他要在人家前面拖光光 甚至被人家拖光光 上廁所的時候需要人家幫忙 洗澡需要人家幫忙 你不上廁所很難過 你不洗澡很難過 可是他心態是怎麼要跳過去的 這都需要有人在旁邊幫忙 或者在心理上面給他一些支持 不然怎麼辦 所以我就跟我老婆討論 這是我們兩個的想法 人或許不見得一定要活得久 但最重要的是 一定要活得健健康康 所以我說以後啊 我最大的改變會是 我不要再祝別人長命百歲 也不要祝人家假霸離 我會改變我自己的祝賀詞 如果有人我們碰面或聊聊天 我將來遇到老人 或者是我的長輩或前輩 我一定祝他天天開心 身體健康 只要天天開心 心理就是健康的 只要能夠看到他身體健康 那就代表他生理狀態是健康的 心理健康 身體健康 這樣子才是一個最圓滿的人生 你說是吧 很多人問我小張啊 你50歲提早退休了 會不會後悔 我們要在這邊 再跟大家報告一下 不會後悔 50歲提早退休 我現在越來越覺得 我的決定是對的 我犧牲了一個穩定的收入 我可能也犧牲了 我家人在經濟上面的那些穩定 或者是一些安定的心情吧 但是我覺得對我自己是負責的 一方面可以照顧我爸爸 一方面照顧我的家人 再一方面 我真的覺得我以前的想法 人大概分成三個階段 前面25歲是在學習 是靠社會 那個父母親或者是社會國家 就是在養我們嘛 給我們很多知識 我們全力吸收知識 接下來在26歲到50歲 這個人生的第二階段奉獻出去 用自己的經驗 經歷 能力 勞力 生命 去換取一些金錢 為什麼呢 一方面要把養我們的人養老 再一方面要把我們生下來的人養好 再來要儲備我們接下來要退休 賴以為生的吧 健康財富還有親情 這就是中間這25年 那接下來的25年呢 我就想把它留給我自己了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 人要能夠活動自如 想去哪裡 想吃什麼吃什麼 這才是一個完整的人生 如果51歲退休到75歲之前 至少還有25年 它是屬於一個完整的退休人生 這是我自己的想法 今天從醫院回來 這一個禮拜 連續去了醫院4天 帶我媽媽去 帶我爸爸去 有時候看診有時候檢查 真的 心裡有那麼一些感受 或許過一陣子 我的心情又會改變 那個時候我會再跟大家 分享我自己的心情 但現階段這個時刻 我總覺得 人或許不一定要活很久 但一定要活得健健康康 知道這句話之後 40歲以前的好朋友 加緊努力 享受人生 如果年紀跟我差不多大的好朋友 一樣要加緊努力 這樣子我們可以把我們健康的時間 拉到最長 一方面 可以讓自己活得開心 再一方面也不會造成家人的困擾 長期漫談 天天都有心眼事 咱們下回見 拜拜